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欢迎收看古旗来点名 那今天整个大盘开低 在休假期间 228那一天 大盘连续两天 一天跌300点 一天跌380点 所以今天开盘 好像很恐慌 可是今天台股 收盘只跌了29点 那从今天的走势 我想你可以去体会 这里到底是多头 还是空头 那我认为这里是还是一样维持资金行情 但是这里是一个盘整局 盘整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个股表现 它会在这里做一个震荡整理 之前反弹我也跟大家提到过 对不对 震荡整理 个股表现 今天开盘 开低的时候呢 有一些股票 它趁着 大家恐慌的时候 道琼连两天跌这么多 对不对 可是台股最只有跌29点 趁大家恐慌的时候 在这里 有一些股票呢 它做一个最后的洗盘 那有哪一档股票呢 我们等一下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目前来讲呢 大盘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是月线 这是季线 这是年线 未来这几天 大盘一样在这里做震荡整理 但是我之前跟大家提到过呢 你的股票 你手中呢 是持有一手好牌 还是一手烂牌 这个才是关键嘛 那首先你要去看 年线 你的股票呢 它的股价 它是在年线之上的 还是之下嘛 之上的代表跟大盘是同步的嘛 那之下的代表弱势股嘛 因为有些股票呢 它已经即将要创新高了嘛 大盘一只经理 有的股票起到这里 一定有的股票落到这里嘛 所以重点呢 也是在你手上的股票 你是持有一手好牌 还是持有一手烂牌 我们简单跟大家谈一下呢 我们之前这几天 一直跟大家谈到的 像维生 今天是开低走高对不对 像IC设计的经验 它也是一样拉尾盘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之前跟大家谈到了一档股票 它今天往上急拉 大盘在这两天 稻穷跌了一千多点 对不对 但是有一些股票 它现在出现两个藏红 你再对照一下 大盘在急跌重挫的时候 稻穷跌一千点的时候 这一档股票它却出现两个藏红 这是什么时候 这是2月9号 稻穷大跌的时候 那时候我跟大家怎么谈 跟今天一样嘛 跟今天大盘同样对不对 稻穷重挫嘛 开低 那有一些股票呢 它就是做最后洗盘 那这一档股票呢 就是当时2月9号的时候 它做最后洗盘嘛 大盘在重挫的时候 大盘对当时开始落 从2月6号 这二月赤了 这天落千几点对了 这二月赤了 那这两天呢 它两个藏红 刚好做最后洗盘 这一档股票呢 它今天上去了 顺德 它今天拉到这里呢 接近涨停板 那这一档股票呢 之前我有跟大家提到过呢 车用电子相关的 顺德都在这里 事实上一些成长的股票 目前三月初 你要去注意什么 你不只要注意一月份 基本面成长的股票 你也要注意第二月 二月呢 即将要公布它的月营收 那月营收成长的股票 它就会提前往上走 就是趁这个时候 做最后洗盘 对不对 这支顺德嘛 这一档呢 这一档也是顺德嘛 我讲了几次 这是收黑的时候 这个是大家最惊恐的时候 结果顺德呢 他在第一档往上走的时候 这一天 二月脚到呢 刚好大盘 跌150几点 道琼重挫1000点 这一天 他刚好开低走高 往上拉对不对 他刚好形成 形成这一只脚嘛 就是这一天 这一天 就是这一天 那今天呢 盘中几乎 快到掌停板 那我要跟大家谈到的是什么 第一个呢 现阶段 多头市场 那现阶段呢 当然不会急涨 他还是在整理 那重点在个股 为什么 因为资金行情 没有改变嘛 那手上呢 像一些法人手上 钱很多 那他们会找一些什么 成长的股票 去做一个介入 那道琼连两天跌 他是大仗 小回 那现阶段呢 像韩国 像香港 那目前走势呢 也都没有失控 所以现阶段 他是一个个股的表现 个股表现的时候 你就要去寻找 你就要去寻找 趁这个时候 做最后洗盘的股票嘛 那回过头来 我还是讲这一句话嘛 你专注在每一个阶段 去寻找 可以低档卡位的股票 但是前决条件 他是成长股嘛 资金行情 没有改变 那即将要公布的 二月份营收 那你要去寻找 成长的 包括第一季 会成长的股票 那顺德这一档股票呢 我们预估 它二月成长 第一季也会成长 那现阶段 我跟大家谈到呢 像前一阵有跟大家谈到的 像盛群 像新唐 无线充电的 它今天其实 霞湖震荡嘛 尾盘往上拉一拉 今天大盘 开低 它也没有跌 那这一类的股票呢 你就要去注意 我给大家看一下K线 你像这种K线是方向向上 对不对 像无线充电的盛群 这种就是方向向上的股票 你不要去寻找盘头的股票 那现阶段呢 你选对股 选错股呢 差距很大 非常的大 那你看到大盘在这个阶段 有很多股票呢 它是往下破底的 那那一些股票呢 应该怎么处理 怎么办 你每一次套牢呢 都忘记教训 忘记我上面所写的 对不对 你老是喜欢高档 去追价 追价一些股票 然后大盘中错的时候呢 你就刚好套牢 然后跌破年限 你又不想卖 历史都一再重演 你看一下新唐 这种叫做方向向上的股票 大盘中错了 它今天 它一样是收红 对不对 再看一下之前跟大家谈到的 维生 维生今天去高档 车用电子 休假前 这一天是收黑的 包括之前 收黑的时候 电视上都公开讲 对不对 这些股票 它会去 它今天又涨了嘛 那涨的时候呢 我没有叫你追 我只是告诉你 这种成长的股票 拉回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去买 像这里 这里 对不对 它不断的 这个叫方向 向上 一个标准的头肩底架构 方向向上 包括顺德 那类似这一类的股票 第一季的成长股 它就是你目前 你必须要卡位的标的 把手中的齿骨 做一个转换的动作 你才有机会 缓败为胜 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顾APP 货电02-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主事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不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欢迎回到现场 那现阶段操作上 大盘持续的整理 但是个股表现不一样 成长的股票 它一样会往上做突破 甚至创新高 那现阶段你要专注什么 专注在方向向上的股票 我用这一张图 你要去寻找底部垫高 方向向上的股票 在低档或者拉回的时候 去做一个卡位 那当然现阶段 也有一些股票 它不是足底 它是盘头的 其实目前像这种类型的股票 你跟它翻过来 其实都一样 股票操作都一样 它就变成一个头部 那这里是放空 这里也是放空 那如果是底部的股票 它这里买进 这里买进 那做多跟做空 道理是一样的 只是我觉得这个地方 有很多股票 它往上会做一个突破 一些成长股票 现阶段 资金行情的关系 做多比较好赚 那之前也跟大家提到过 有一些盘头的股票 你要去注意 你要去避开 类似这种形态的股票 你要去避开 尤其股价在这里 年限在上面的 那这一类的股票 它就是弱势股 但相反的 如果股价在这里 年限在下面的 拉回量缩的 基本面成长的 那它的方向就是向上 向上你就要去做一个卡位 因为资金行情没有改变 资金行情没有改变 那我们再看一下月K线 这是二月份 昨天收盘了月K线 对不对 我说它连续几涨 这个叫降温 就跟这里连续几涨 降温一样 何况未来 马上股东会要来了 你农均要强制回补 换空没有那么好赚 现阶段 你选择成长的股票 你去卡位 会比换空好赚 因为你要专注在 当下的一些成长的股票 再看一遍这是月K线 KD拉回叫降温 降温以后 整理再上 但是往上这过程当中 重点在股票 你手中的股票 是不是成长的 但是你如果放空到一些 大股东刻意的 要卡空的股票 他可能股东会提前 那你很可能 就会被强制回补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大盘从去年到今年 不断的形成头部 对不对 这里像不像头部 大涨一段 该拉回了嘛 没有拉回 这里也很像头部 对不对 这里也很像 这为什么都一路涨 为什么都一路涨 重点在哪里 在资金行情嘛 另外呢 重点在成长股 成长的股票 它为什么要跌 它现金指令高的话 它为什么要跌 所以重点呢 它在轮动嘛 你抓住大盘的方向 资金行情 然后选择成长的股票 它会轮动 然后去做一个切入 股东会快到了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大盘同样在这个阶段 涨到这里了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很多人也不敢买嘛 现在跌到这里了 那这里呢 我们跟大家建议什么 这一档中美金嘛 这一档也是中美金啊 它是涨上去了 可是这是一月底 二月大盘重挫 对不对 那中美金有没有破底 这是它今天的收盘嘛 当你在这里卡位 我们七七九块 七九八十八 这里往上涨 赚了三成 对不对 这里压回 我们中间有来回操作 目前在这个地方 它有没有破底 没有破底嘛 那这个叫做底部垫高 那这种股票叫什么 它叫做方向向上的股票 那这一档股票 它最近在这里做整理啊 甚至短线拉回 对不对 我还是照讲嘛 就好像昨天 前天呢 维生收黑 我还是照讲嘛 该涨的股票 方向向上的 它今天是不是涨了九块 那这一档股票呢 它也是方向向上的嘛 它在这个地方 二月初抗跌 所以它没有破底 对不对 抗跌 它需要整理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它股本五十九亿 它不是中小型股 稍微大了一点 所以稍微整理嘛 那这个地方 你要看量缩了 这个叫筹码稳定 这个地方能不能买 你要自己去衡量 不是说 要你帮我抬轿 没有必要 但是有一些向上的股票呢 它是值得你去布局的 我只对我的会员负责 这个地方 你自行去考虑 我只告诉你 哪一些股票 它是成长的 它是方向向上的股票 就如同环球金 我们从九月十月十月十月一路讲 它是一路上 这叫方向向上的成长股嘛 那这个跟美国 道琼重挫 大盘大跌 它有没有破底 它没有破底嘛 你要是看到环球金 看到中美金 你不会觉得这里大盘呢 跌了一千点 你只会觉得 它是一个兜头架构 这种方向向上的股票 你不敢买 然后你老是去追一些呢 大涨的股票 然后短线套牢 如果每一次 你都没有记起教训的话呢 你退出股市 你不要再玩了 因为你注定是赔钱的 那现阶段呢 包括我们跟大家谈到的 这一类的股票 我希望你注意 接下来呢 要即将公布的 二月份的月营收报告 我们休息一下 并见宗师将材质一百种 期待张胎毛笔 免费婴儿立法 台北29226422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连达投顾 02 2781 0909 02 2781 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特决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运气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 在2月9号这一天 我们跟大家谈到什么 谈到顺德对不对 另外这一天 我也跟大家谈到过 道琼重挫一样重挫1000点 它是开低走低带大量 可是这里第二次重挫1000点 它是开低走高是量缩的 量缩代表这里筹码被收走了 筹码稳定 法人的态度不一样了 所以你要赶快的低档卡位 这是2月9号 赶快去找1月份 成长的股票 那现阶段很快的 这是二月切到 现在已经三月切一了 我同样的话 我说法人态度 一样是不一样 今天大盘只跌了29点 可是美股是重挫的 你用心去感受到 法人的操作 是不是有没有不一样 那现阶段 你要赶快去卡位什么 现在三月切一 你要去卡位 2月份成长的股票 那趁着它震荡整理的时候 去做一个买进 当时我跟大家布局的 讲的不只是顺德 我们还谈到什么 谈到无线充电的新唐 无线充电的盛群 6202盛群 对不对 你要专注在当下 每一个阶段 去寻找股票 那这些股票 它是不是都上去了 包括维生也上去了 包括IC设计的经验 它事业也上去了 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它是方向向上的 方向向上的股票 你要在这里卡位 这里卡位 对不对 那如果它没有拉回 直接往上走 那你寻找下一档股票 你没有必要去做这一家的动作 像今天来讲 稻雄两天跌了600多点 大盘开低重挫 对不对 开低走高 小跌29点 它是开平盘 往上走 几乎涨停板 这代表什么 代表它今天 它是趁着稻雄跌的时候 它做最后洗盘 它为什么不守涨停 它绝对有能力 守涨停 为什么不守 因为它还要在 做一个进一步的整理 或者它不想太早曝光 太早引人注意 所以这一档股票 后市看好 这是2月9号 2月初 我说它会涨 然后它连两天 开高压回 收黑黑线 我说它会涨 价位在旁边 这个是顺德 这是顺德 这个也是顺德 那顺德今天 逼近涨停 续报 那这一档股票 我们看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K线 它目前 它是形成一个 小的头肩底架构 对不对 前几前这里 都还有机会买 它今天涨到这里了 那未来 我们看好 它会往上走 一步一步的做 就跟维生一样 这是一个标准的 头肩底架构 对不对 它从这个地方 大盘 股灾的出现的时候 它就一路涨 大涨小回 大涨小回 昨天收黑 它今天又往上走 又创新高 我们还是一样 我的话来 从2月初到现在 没有改变 我说它会 创新高 因为 你注意看这张图 是不是很像 这标准的 头肩底架构 寻找每一个阶段 你该布局的股票 该卡位的股票 那现阶段来讲 你要去注意什么 这还没涨 同样的 这叫低档卡位 它会往上创新高 类似顺德一样 把握机会 操作不顺利的 不晓得怎么买股票的 把电话拨通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之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 运达通过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通过APP 货电02-22781-0909 2781-0909